大家好,我是Mr.Ma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2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5A,三角形的角 三角形裡面有三隻角,三隻角加上一定是180度 我們稱之為三角形內角 看看例一,求下列角圖中的未知量 這個三角形,一二三,三隻角加上多少?180度 左右手減走了28度和31度 按完計算機,心算就會算是121度 第二題比較挑戰,就是三隻角 這隻角用代數表示,叫Y 另一隻角也是Y,但這隻角就不是 代數表示,我們用多項式表示 這樣也沒什麼特別 又是一隻角,兩隻角,三隻角,加上每個80度 簡單來說就是一隻Y,兩隻Y,三隻Y,三隻Y 三隻Y,想加上就是3Y 之後減回15度,再放回1,等於180度 好,左右手,加15度之後 左右手除以3,就算到65度 說了一分鐘,到你做了 總之我的重點就是三隻角加上180度 還有,這角除了用代數表示,還可以用多項式表示 請你Post Run In,做完之後也一起對答案 好,多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也一起對答案 即時練習1,求下列角圖中的未知 1,2,3,3,直角,加上多少 180度 理由是什麼?三個型內角,中 下一步怎樣?好像例題一樣 不是 當然是先加兩個數字 加完之後,先一鍋角,減對面 然後X就會等於45度 第二條 數一下,1,2,3,3,直角,加上多少 180度 好了,交好三隻角,就是代數,代數和多項式 一隻Y,三隻Y,兩隻Y,加上六隻Y,加上六隻Y,加上18度 當然是等於180度 左右手除以18度 最後的賣者是,左右手除以6 一邊就約了6 另一邊除完之後就27度 這樣就完成了,OK 如果要總結這個影片,我就會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計算三個型,內角和就是180度 就是三個型,內角和 我們除了可以用代數數字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多項式表達 多謝大家,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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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